Hello 环球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胡一璇 在《青暗的义气军》中 饰演的角色是米其妻和丑青梨 米其妻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巫族少女 丑青梨是一个身宫不得宠的丑娘娘 大体剧情就是米其妻穿越到丑青梨的身上 然后一步一步地俘获了那个吕傲的心 然后展开了一段虐恋 其实在表演上我没有过多地去区分 因为丑青梨在被大家认识之前 她是一个只有七岁智商的一个丑女 然后米其妻穿越到她身上之后 戴的是米其妻生活的影子 所以我其实只要区分好 那个幼稚的丑青梨是怎么演的 和这个米其妻穿越到丑青梨身上之后的 这个丑青梨 这两个区分开来就好了 所以还挺 我觉得没有多大的难度 不辛苦 那个就是头背往水里摁来着 然后其实还好 其实还好 大家都说你是不是很惨很辛苦 大家说哇好惨好惨 其实我自己感觉还好 真的还好 我们拍摄期间 其实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事情 那我就挑最难忘的一场吧 就是我们演的是一场生离死别的戏 然后那场戏我记得当时我哭了完之后 我不太能出得来那个情绪 非常的压抑 然后当时就蹲在那个坑里面 哭了好久 然后边哭那个上边那些树叶啊 还有泥外啊什么的都往头上掉 我也不管了 就是当时就 现在那个难过的情绪里面 出不来 就还挺难忘的 我们在戏外就是 朋友圈点点赞 然后经常就问了说 你在哪儿呢干嘛呢 然后过了很久不联系 就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工作 就正常的朋友关系 我觉得它好凶啊 它好高冷啊 后来才发现它其实挺暖的 对于丑青鱼来讲 它肯定是喜欢吕敖啊 然后在生活中的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喜欢的是一个 懂我 爱我 然后照顾我的人 古装美人 谁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不觉得 然后以后我还挺想 再尝试古装剧的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古装 我觉得古装那个 就是衣服呀 发饰呀 各种很美 就是意境都非常美 然后以后想尝试的角色是 那种反差大的 就比如说 韩国的那个电影 叫魔女 那种角色 就一开始非常的天真 非常的简单 但后来是拿着枪杀人的那种 是一个武打很厉害的女人 我想成为这样的角色 我觉得自己要学的东西非常多 因为学习是有无止境的 不管我今天是年轻的演员也好 我是一个有经验的成熟演员也好 都是不能终止学习的 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要抱着学习心态 去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 因为时代在进步 我们也要进步 不担心 因为我觉得 有句话怎么说呢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我只要做好在当下 在这个环境里 我应该做的事 我应该做的工作就好了 其他的事情 就不想去考虑太多 对于演员这个行业来讲 我觉得还是要 首先得有敬畏心 然后呢 也要不断地去学习 充实自己的大脑 因为当你的阅历 或者是你的理解能力 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你才可以去理解一个剧本 去理解人物 所以在演员这条道路上 我觉得不管是在什么方面 我都不会终止学习的 接下来有两部剧要上 有一部剧是校园剧 叫上游 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 是夏小菊 另外一部是离人心上 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 是初月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作品 也多多支持我 我会继续努力 做好演员这个行业的 我会继续努力